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們現在來回答 有人在我們Facebook上面的一些留言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信仰上面 對恩典真理的問題 你也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留言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回答的問題 它是從彼得前書記載的 所以請讓我們來看 好 彼得前書 我們首先我們先看 我們看我們簡經的重點 時代背景 前後文 上下文對不對 然後平行經文 還有作者要說什麼 還有已經解經 所以我們來看 時代背景是彼得前書 寫作的時間是 公元60到64年之間 然後呢 之後發生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六年 十年到六年 六年到十年之後 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羅馬軍隊圍城 拆毀聖殿 燒毀耶路撒冷 你知道嗎 在耶穌還在世上的時候 耶穌帶他們去聖殿 就已經預言 彼得那時候當然在旁邊 就已經跟彼得說過了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們有一天 你們會看到耶路撒冷的聖殿 一塊石頭不在一塊石頭之上 每一塊石頭被拆掉 你知道這個預言怎麼發生 是因為 那個時候他們去焚燒聖殿 然後呢聖殿外面不是有金嗎 金子金箔 然後最後就被融掉 就留到一塊石頭 跟一塊石頭之間 所以最後他們把石頭跟石頭拆開 才能夠去把那個金子刮出來 所以耶穌的預言 就這樣超自然的實現了 所以我告訴你 其實彼得前書 在講這對應的前提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看這些經文 請開始 彼得前書4章17節 因為時候到了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從我們起手 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 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我們來信的朋友就問說 對啊 聖經上說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啊 所以你看神還是會審判你 你不是說在恩典裡面 神看我們是完美的 完全的公義的 我們有那個地位的稱聖稱義 完全的神還是要從審判 要審判我們啊 我們從神的家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繼續看下面 彼得前書4章18節 若是一人僅僅得救 就是剛才的下文對不對 那不前進和犯罪人 將有何地可戰呢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他為了怕你誤會 他特別跟你強調一件事 17節說審判從神的家開始 我先透露好了 神的家那個地方講的是神的店 其實他要講的 彼得是在講 當初耶穌講的那個預言要實現 再過幾年就要實現 他寫信給弟兄姊妹 你要考慮到喔 那個時候寄信 不是今天寄明天到 後天到可以掛號喔 那個時候寄信 都是要信差去送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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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很久 有些時候是一年兩年才收得到 那麼收到信的時候 結果耶路撒爾就被回了 所以他才要特別提早去通知大家 OK好 所以這邊其實彼得怕你以為 他在說審判要審判 已經被稱異的人 所以他要特別強調 一人僅僅得救 他要講什麼 就算你以為審判在講的事 是審判我們這些 因應稱異的人 你還是得救 沒錯 不前進和犯罪人 你沒有信耶穌你去 不前進和犯罪你 當然還是不得救 可是審判從神的家起手 真的是什麼意思 我們繼續來解釋 真的是在講神的電 我們看下一頁 中文新一本 他翻的比較 翻出那個感覺跟時間 因為審判從神的家開始 就是 就在這時候 如果先從我們起手 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 結局將要怎麼樣 他要告訴你 你信耶穌的人 還是會得救 你看剛才提到 不信耶穌的人怎麼辦呢 那就是沉淪 但是這邊要看 審判從神的家開始 就在這時候 請問一下 如果審判真的從神的家開始 就是現在這個審判 是在講 信徒要被審判 你知道彼得前書 是西元60到64年 已經快2000年了 請問審判 這邊不是說 就在這個時候 2000年了還沒有到這個時候啊 到底是在怎樣 所以他在講的事情 是聖殿被毀 就在這個時候 你看過後來 真的幾年之後就發生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神的家 其實有那個神的家 就是Oikos 就是房子居住的地方 指皇宮或神的殿 OK 神的殿 好我們再看下面 所以你看一樣的 馬太福音有一樣的 聖經希臘文 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節 對他們說 經常記得說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 就是六三 對不起 三六二四 你們倒使他成為哲與我 你看這個殿 Oikos就是三六二四 記得這個數字 三六二四 在其他的地方 都是同一個字 我們再看下一頁 因為福音二十一章十六節 又對賣鴿子說 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付的殿 當作買賣的地方 這個殿還是像三六二四 十狀聖經會編 十狀聖經編碼 這個字 神的家的 這個家的字 都是翻聖殿的殿 懂嗎 耶穌現在在聖殿裡面說 不要在聖殿裡面做買賣 OK 好下一頁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就是耶穌在預言 我們剛才提到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殺害先知 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 到你這裡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把小雞 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再看下一頁 三十八三十九節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你們的家 你看還是用同一個字 Oikos 3624 你看 其實彼得真的是在紀念耶穌當初用 你看他們用同一個字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所以審判從神的家開始 是這個你們的家 是聖殿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我告訴你們 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 直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這是很有名的那個 巴露哈巴 北宣阿多奈 巴露哈巴 北宣阿多奈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現在你知道嗎 真的是在講這個 我們再看下一頁 馬太福音24章1到2節 你看剛才的上文繼續到24章 他繼續 耶穌出了聖殿正久的時候 耶穌進行來把殿宇指給他們 指給他看 然後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 我實在告訴你們 現在還在這裡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 所以耶穌一直在強調 彼得前書所說的那個家就是神的殿 真的在強調就是聖殿被毀的這件事 各位弟兄姐妹 沒錯有些經文讀起來好像是 我們要被審判 可是真的有很多核心的經文告訴你 基督徒已經完全被赦免所有的罪 過去現在未來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不是鼓勵你犯罪 保羅說斷呼不可 當然不要去犯罪對不對 可是你看起來那個經文好像是這樣 所以你要按照時代背景 按照上下文要以經解經評經文去了解 你就會發現 這邊講的審判從神的家起手是 聖殿要被毀了 我們還是會得救 各位兄姐妹你要了解這意思 讓我來為你禱告 今天來吧天父我們祝福我們這裡 每位弟兄姐妹清清楚楚之道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 耶穌基督這完美的無罪的 贖罪機的羔羊就 使我們完全成聖稱義了 主要謝謝你為我們成就這一切 所以我們不再被審判 但是當我們其他地方看到審判 那個是基督審判台 是提到獎賞的部分 是的 每一個人信耶穌 真的口底深入信信信信 信的受取就必然得救 可是我也鼓勵你不要只是得救 你要得到滿足的賞賜 在基督審判台前面得到滿滿的賞賜 不是只要得救 你要與主一同做王 我鼓勵你為主擺上 他要你擺上的 不是你要給他什麼 是他要你給他什麼 線上他要你給他的 一起來完成這個大使命 美好的誡命 然後與他一同做王 你不會再被審判 你是要論定得到 多麼美好的獎賞 我祝福你得到全倍滿足的賞賜 奉一聲祷告 阿們